因為參加大陸歌唱節目 人氣翻掌的徐佳瑩 這一回來到了香港開唱 但她沒想到準備要唱粵語歌 下一站天候和台下歌迷互動的時候 她先是搞錯香港地鐵站的名稱 而在演唱會的尾聲 啦啦甚至還把贊助商的名字 給搞錯了 這有點嚴重 好 算事後凹回來了 但她只是說自己實在好糗 我已經永遠不敢說 我想愛我依然 娜娜 徐佳瑩 黑色淨妝來到香港開唱 多首筷智人口的歌曲 令台下歌迷聽得如痴如醉 陸進隋俗 特別準備粵語歌 與台下歌迷搬鋼琴 這首下一站天候 可是讓徐佳瑩很有心得 因為下一站天候 是我看過歌詞以後 非常非常喜歡她的歌詞 我聽說香港的地方 是叫做天候站 然後還有個地方叫大王百貨 站在大王百貨的下一站 就是天候 我覺得這詞寫得太神奇了 但啦啦 您似乎把站名給記錯了 因為天候的下一站 其實是藤螺灣站 不過更糗的恐怕是這個 美聲啦啦還發生好奇 寶寶問台下的粉絲 為何登牌會寫在營街街營 是不是寫錯了第一個營字 哎呀啦啦 那個是你的show的贊助商來的 他們會不會生氣啊 不會就是殺是封殺你而已 他們說我那個贊助的錢 全部都要還他們 不會 太害羞了 太糗了 看得出來啦啦對於自己 不認識贊助商的品牌 當下脫口而出的話 也感到懊悔 但話都說了 她只盼外界能把焦點 放在演唱會 出糗的事就別再提了 記者綜合報導 國民歌王周華健 最近也上了大陸的歌唱選秀節目 接受模仿素人的挑戰 經典歌曲讓人回味無窮 就連來賓私有彭和黃國倫 都忍不住激養 上台和周華健合唱 愛到盡頭 腹水難受 愛悠悠 很有用 熟悉的歌聲猜出來了嗎 今年來難得開金嗓的周華健 也來到大陸的歌手猜猜看節目 接受模仿達人的挑戰 愛了你 用盡握全心全力 一生情只為這一次與你相遇 情難料 難再去 難錯何時 果然不愧是國民天王 經典歌曲 一首接一首 讓現場來賓也忍不住激養 要上來秀一下 最近比較煩 最近比較煩 比較煩 比較煩 從演員到導演 有一些麻煩 我想我還是不習慣 從默默演戲 到什麼都管 演員優則島的蘇友鵬 歌唱功力沒有割下 和黃國倫 周華健 一起改編李宗盛的 最近比較煩 三個大男人邊玩邊唱 他們最近的煩惱 相信也唱出了 許多男性觀眾的新聲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最近肯定有點煩 因為要還債 這是金曲歌王林俊傑 宣布她暫停一年的發片計劃 那麼因為要把 積欠多位歌手的歌債給還完 像是之前多位的天后 張惠妹 蔡依林 都向JJ邀歌 不過她也預告了 最近問世的會是一首韓文歌 嗨 老師 大家好 歌手林俊傑出席音樂大賽活動 替選手加油 同樣是創作出身的她 2006年卻不出專輯 讓歌迷好許望 我現在已經手上有七八首歌 在寫 在製作的當中 所以今年就是 回歸音樂創作這件事情 就因為被太多人邀歌 讓她欠下太多歌債 因此打算用一年的時間 全部還光光 據傳最新被發表的歌曲 應該會是首韓國歌 去年才和CN不錄的 正融合合作推出新歌 不過上回只有負責填詞 這一次她將親自作曲 會這麼受到其他歌手的歡迎 是因為她寫的每一首歌 傳唱度都很高 你算人生的自己 畫得好過癮 這點不是什麼萬一 所以還記得是誰 想說永遠的愛我 遇見到一句話 是我們以後的傷口 兩大天後張惠妹和蔡依林 都曾和這次邀歌 成名諸如不僅廣受好評 也都成為KTV的熱門點播 雖然無法在今年 聽到這次的新專輯 不過歌迷們還是很期待 能聽到林俊傑為其他歌手 打造的經典歌曲 記者吳俊俊請親眼神小組 台報道 而一度都是以諧星 怪咖走紅演藝圈的 包括了好久不見的惠詞 傳出江漢統一券 以及如花共組心團 蘆惠湯他們要搶功商演 和廟會市場 你永遠支持我 好了KTV Thank you了 也是OK 好久不見的惠詞 難得上鏡頭 愛唱歌的他 當然要把握機會 你心裡根本沒有我 把我的愛情還給我 好了KTV 惠詞唱得陶醉 準備付出螢光幕的他 這次不是一個人 還要跟他們一起組團 像為了這個歌 也去訓練劈腿 沒問題 不計形象演出 絲襪套頭的代表人物如花 也要重出江湖 三個人合體 還有個討喜的團名 取名字諧音 叫做盧慧湯 我們是一王二厚 我們三位在這個 演藝圈的知名度 是沒有人可以比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 今年中原普渡對不對 我們呢 希望到這個全省廟會 然後還有養老院 帶歡笑給大家 搶在中原普渡前曝光 就是希望三個人的搞笑功力 可以趁機勞一筆 未來也希望能在各大商演 和粉絲見面 繼續他們的血腥之路 記者王一朝 吳京軍尋親 台北台中 採訪不到